北京的讨论会 欢迎大家参加 如果参加的话,你会告诉我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一个这么完整的教导 我最近有这个教导是有一个原因的 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被神喜欢 喜欢神,又喜欢自己,又喜欢人 因为很多人觉得 觉得我爱神就是遵从神,亲近神,侍奉神 但没有想到喜欢这个成分 有什么圣经根据呢? 稍后我会展示给大家看到 有圣经的经文 讲到神喜欢我们,我们喜欢神 首先我们明白一个要点 就是神对我们爱和世人的爱的分别 在爱里面,其实有四个成分 其实有一个讲到婚姻的恋爱 他有讲到三个成分 我就加上一个成分 那三个成分是什么? 就是卫生、亲密、感情、激情 他就讲这三个成分 我又加入另一个成分 就是我们一定会有的 就是关爱和帮助 一定会有的 这四个部分就是在爱里面 第一会卫生 卫生有不同程度 这种的关系 就是这四个成分 在不同的关系是不同的 比如婚姻、教友关系、朋友、同事 或者教会同工 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比如卫生 如果婚姻不离不弃不弃 不会离婚 不会因为他病 所以和他离婚 这个是在婚姻里面 在弟兄姊妹之间 就是不会说 我答应帮助你 一旦就失蹤了 没有去关心对方 没有陪伴对方 或者开小组 忽然间组长又不出现 这些就是不卫生 在任何关系 都是有这个成分的 不过这个成分 是每一种关系都不同的 然后就关爱和帮助 会关心爱对方 和有帮助对方 这个必然 比如说夫妻 一定会有很多事情 互相照顾 在教友之间 教友之间 就会是 互相帮助 有需要的时候 互相帮助 牧师和教友 就是教会有需要 教友需要的时候 牧师一定会帮助 回来 牧师有需要 教友也应该帮助 互相的关爱和帮助 然后亲密 就是说 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亲密程度 当然夫妻的亲密程度 是最强的 就会有沟通信任 亲切的关系 以及适当的身体接触 在夫妻是最亲切的 但是在普通 譬如父母和子女都一样有 也会有适当的身体接触 不会有父母 跟子女完全没有身体接触 一定会有相当程度 朋友会有握手 招手 这些适当的身体接触 有些文化就会拥抱 香港人是比较少的 不是说没有 而是比较少 这一个亲密程度 包括好的沟通和信任 最后一点 很多时人会忽略 就是喜欢和感情 会喜欢陪伴对方 会对对方试 其中喜欢会有的一些迹象 不是全部的迹象 而是其中一部分的迹象 如果关系完全没有感情 其实是很奇怪的 譬如夫妻两个 本来是这样的 追求对方时一定会有感情 不过有时真的结婚之后 感情会越来越弱 有些婚姻 甚至对方说 我要回外家几天 其中一方就觉得 心想真的好 你走开一会儿 有些空间 这样的时候 根本是希望对方 不要那么接近自己 感情会慢慢变弱 在很多婚姻 如果婚姻关系不好的时候 而在人与人之间 都一样有欢喜 牧师和教会之间 都应该有欢喜 不会觉得对方 你自生自灭 你有什么问题 不关我事 没有感觉 神与我们也有感觉 一会儿我们会看经文 而圣经也说到 我们对人是有感觉的 这一点是很多人忽略的 说到爱神 只是想到 我感谢神 我赞美神 我遵从神 事奉神 没有想到在感情上 与神有关系 还有感情上与自己 欢喜自己 欢喜神 欢喜自己 欢喜人 这些成分 很多人都缺乏 我今天就会说到这些方面 我这里说到人的爱 很多时候缺乏了这四个 其中不同的部分 其中我们今天强调 是说到喜欢的方面 有很多夫妻关系 就会失去这种喜欢 有很多夫妻关系 就是他们可以在一起 但是会不会很开心 是没有什么的 会不会看到对方笑 有些是没有什么的 会不会喜欢对方 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恋爱的时候 真的有的 通常来说 为什么会恋爱 当然是有喜欢 不过这个喜欢 有时是很快会失去的 因为拍拖很久 发觉对方 淫淫沉沉 就已经会失去 或者发觉对方 不会回应自己 也会失去 这个就是我们留意 到底我们和人的关系 会不会慢慢失去感情 会不会失去感情 除了婚姻 就是父母和嬷 父母看到嬷出生 通常一定有兴奋感 有开心感觉 小时候长大 也有很多兴奋感 很多人喜欢生孩子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小孩子很有趣 有个小孩子很有趣 不过他越大 有时是越不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听话 他自己的主见 对方就开始不太 父母就觉得很烦 很多问题 又不听话 又很多他自己的问题 慢慢他会帮助他 不过他失去这种欢喜的心 我们在这几方面去思想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意念 有这个讯息 就是因为有一个妈妈 找我和我谈 他谈到关于他和他女儿的关系 说到他和他女儿的关系的时候 都说到对女儿有些不满意 他有说到他女儿有一次问他 你是不是不开心 他又说没有 他否认 其实他有不开心 有情绪问题 那女儿问他 他又会 他说不会 我说其实你女儿问他 是很特别的 很宝贵的 因为你女儿会关心你 留意到你不开心 那你可以这样回应 你真是好 你真是乖 你会感觉我不开心 我很开心 这样呢 这样女儿就觉得有connection 但如果没有感情 就只是一种 好像说 我是要保持这个母亲的尊严 你不要管我的关系 和我的关系 不要那么密切 有时候父母和子女 慢慢失去这种 我鼓励他 我说其实他大 那个小孩大 有时候会有反叛期 又会觉得父母暗沉 慢慢就会不太喜欢 跟父母聊天 就失去这种欢喜的心 而你可以趁他现在 还是小的时候 建立和他欢喜的心 让他喜欢见到你 即是见到你会开心 你的儿子也见到你会不会开心 还是见到你会觉得 他又暗沉 又要我做什么 要我做什么 经常都是要求 这样的时候这种关系 就是没有什么喜欢 有很多人和神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我是想去天堂 不过我上去天堂 就要做很多事情 有时候做得很厌烦 有时候很累 因为他没有跟神有种欢喜的关系 于是就失去了联系 跟神的联系 也失去了力量 神完美的爱是带着喜欢的 被人有很多鼓舞的 我们一起读读诗149篇第4节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然后诗篇147篇11节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然后西法文书37节 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恩喜乐 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三个经文都说到神是喜爱 喜欢 神喜爱他的百姓 还有喜爱什么人呢 敬畏就是尊敬他 不会随便犯罪 会尊敬神的人 还有盼望他慈爱 这个很特别 盼望他慈爱就是说 神我很需要你的慈爱 让你的慈爱临到我身上 祝福我 神都欢喜的 神会喜欢这个人 这件事其实是 盼望他慈爱 其实不是做什么 在心里面就是 神我需要你爱我 我需要你的爱 需要你的支持 神都喜欢的 即是说神喜欢我们 跟他有关系的 喜欢我们 不只是遵从 我们神当然喜欢 敬畏包括遵从 敬畏包括遵从 这个盼望他慈爱 是一种 就是说我是无助的 我需要神 我需要神的爱 神都欢喜的 所以这几个经文 我希望大家会记得 原来神是欢喜我们的 喜欢他的百姓 以及喜欢那些敬畏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说到 我们爱神 神是很欢喜 神是爱他的人 如并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 神是很欢喜爱他的人 万事都会相效力 叫爱神的 第二次也说到很多爱神的人 神是很欢喜和祝福他的 《西方雅书》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 就是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恩喜乐 因为你 不只是他的本质 神的本质是开心的 不只是他的本质是开心的 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而欢恩喜乐 又默默地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就是他会开心到欢呼的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 是喜悦他的百姓 当然从圣经的 我们明白圣经是知道 神是喜悦人 是有不同程度的 圣经有很清楚说到的 是进入神的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言 就是人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神就进入神喜悦的旨言 圣经是很清楚说给我听的 我们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是喜悦的 即是说越是得到神喜悦的人 神是越是因为他欢喜的 投入敬拜祂 爱祂 遵从祂的人 侍奉祂的人 荣耀祂的人 神是很欢喜的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得到 原来神和我们是有感情的 我在神学院 当时有两位老师 令到我感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那个宗派 那个宗派其实是神学很好的 不过他说到我们对神的感情 是很特别的 有一次上堂的时候 那位老师就说 《奇异恩典》这首歌有问题 我说是什么问题 他说因为它太感情化 我们跟神关系应该是理性 用理性去明白神 遵从神 就不是那些诗歌不应太感情化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圣经说到 我们是喜悦神 以神为乐 这是感情的 其实大家可能也不难找到基督徒 或者他们的教会 都是说到跟神关系 就是你遵从 你要敬畏神 你要做什么 很少说到欢喜神 也有些诗歌 是很少说到 我恩神是欢喜快乐 开开心心 是很少这样的诗歌 因为有些宗派的信念 就是我们跟神关系 不牵涉到感情 我觉得它没有全面性 看圣经以至有这个问题 另外有一个老师 他有一次进来上读 他唱了一首歌 其实他是饥饿的 Oh how I love Jesus Oh how I love Jesus Oh how I love Jesus Because he first love me 我又很奇怪 Oh how I love Jesus 他积笑这些诗歌 因为他们的宗派 没有这些投入感情的诗歌 也有些人 看到我们圣灵充满的人 会说 耶稣我真的喜欢你 我欢迎你 我很享受你 我和你一起 我很喜欢和你一起的时间 他觉得 这些祈祷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人 从来不会做这些祈祷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太感情化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表达这个讯息 就是说 首先神是喜爱我们 还有因我们开心到欢呼 有没有人看到你开心到 哇很开心看到你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不过 是不是很少 因为人的感情是缺乏了这些 有些人去过天堂 这个作为参考 他就发现他在世上 认识的基督徒 看到他是很开心 和完全的接立 在世上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在世上的时候 那些人可能会常常看到他的弱点 所以都是有保留的 不会这么兴奋的 但到了天堂 他们很觉得一样就是被接立和开心 其中可能有人也看过 那个小朋友的故事 他不知四五岁左右 他就死了 上天堂 就看到他有一个姐姐 在他母亲怀中的时候死了 他说他姐姐经常抱着他 很多次抱着他 他回来 他就跟他妈妈说 其实有部电影 他就跟他妈妈说 他说我那个姐姐 是呀 你有一个姐姐 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 他说你怎么知道有另一个姐姐 我上天堂的时候见到他 他妈妈才知道 原来他上了天堂 有本书和电影都做了 说到这个小朋友上天堂 见到他姐姐经常抱着他 看到天堂的人是很有感情的 但是在地上 有两个原因 人失去了感情 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的而且确 很多人的感情麻木了 大家留意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小时候的兴奋感多些 有没有留意这件事情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小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来到我家门口探我 我在里面开心出来 这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在里面开心出来 小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你看到你的子女也是 小时候看到其他小朋友 他们会开心的 大了慢慢麻木了 没有那么开心的 就是我们的感觉会慢慢失去了 小时候的单纯 而我们到了天堂 就会恢复这种单纯 而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帮助大家 原来我们和神关系 应该有这种感情上的喜欢 和自己和和人都是有的 这样是会扩阔我们的领域 也都得力 我自己整天亲近的神 都是说神现在很欢喜 我又欢喜神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知道我多谢耶稣 神又很欢喜 所以我和神关系是有很多 欢喜的成分 我是觉得很得力 有些人他只是觉得 我又不够听话 我又没有遵从神 我又犯罪 他就觉得 好像自己和神关系 都很不达标 去不到神的标准 所以心里面 是会容易失去力量 而且容易低沉 其实低沉的人 多数都不会因为神而欢喜 也不会觉得神会欢喜 所以这个观念是需要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来医治我们的内心 好了 神带着感情欢喜 刚刚我们看了 这三处经文已经看了 这里我们不再说 另外的经文 就是《以赛书49章15节》 婦人因能忘记他 吃乃的婴孩 不连率他所生的儿子 即唯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这里 神用妈妈对儿子女 对儿子的爱 这样就形容到他的爱 他说 就算有妈妈 忘记了一个婴孩 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们看到世上 母爱是最大的 真是最伟大的 在世上 父爱也是伟大的 母爱是强烈一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怀胎十个月 还有神赐给女性的感情 是强烈一点的 我以前在外国教会 我们出门口 牧师当然是站在门口 和每个人握手 那些小的婴孩 即不是很婴孩的 即是一岁以上的婴孩 或者两三岁 或几岁的那些 每一次经过 都是有反应的 他们会很开心 看到牧师会很开心 但是那些男生 经过又在玩玩具 又看看其他地方 又看看其他地方 那些父母就说 跟牧师说 Good morning 或者说 Bye bye Pastor 但是那些男生 没有什么反应 这个男生的本质 因为是神做我们 体重事情 体重事务 所以男性做事 是投入一点 但是人际关系 通常来说 是弱一点 感觉是弱一点 但是女生是强一点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去到一个聚会 好多年之后 我又回到美国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 走到我那里 Pastor Yip 很开心 很应勤 我说你是谁 我是那时候 我爸爸妈妈抱着我 小小的那个女生 他一见到我 我又不记得他 他又记得我 他变得开心 这就是神做女性这种特质 所以有些人说 妈妈看到 那个儿子的孩子 被车拆住 他可以有够力 把整个车抬起来 整个车拉起来 因为他的力量很大 就算我们看到动物也是 这里大家看到一些图片 没有鸡 没有鸡那种没有性 看到猫仔 也会捕那些猫仔 猫仔到他那里 他又会欢喜 狮子 鳄鱼 鳄鱼很特别 鳄鱼生蛋 他会找到一个地方 他就在那里 上去的沙子 挖开沙子 生了蛋 接着 在那里等 等了一百多天 为什么要等 因为他不等 其他动物会来吃了蛋 他们会闻到 他们就在那里等 等的时候 不能吃东西 还有被烏鹰 蚊 蚊 把鳄鱼放在嘴里 你看 鳄鱼仔放在嘴里 他不是放一只 而是放几只 是很小心的 鳄鱼的牙齿很厉害 很小心 把那些 寶寶 一只 几只放在嘴里 放在嘴里 又回到嘴里 又拿起其他 鳄鱼是冷血动物 不是热血动物 但也会对子女这么大的爱 这就是神创造的时候 把神的爱放在他里 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 所以他把这种爱放在妈妈里 其实也放在所有的人 以及很多种生物都有爱 即是他朋友之间都有爱 这也是神给人和动物有这种爱 譬如神特别为人创造狗和猫 尤其是狗 狗是给人类带来很多开心 很多安慰 因为狗真的很容易跟主人有亲密关系 这就是神做生物的爱 也就是神本身有这种爱 就是说 就算妈妈这么强烈的爱 忘记了孩子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 神是带着爱来 带着感情来爱我们 他不是只是事务性去爱我们 不是只是帮我们 他只是带着感情 感情是怎样的呢 我迎认了一下 大家可能 比如回教会 我们一定会跟某些人感情强一点 这是人的事实 不会每个人都会一样的感觉 你见到你跟他感情好一点的人 你会喜欢跟他聊天 你会开心笑 你会找一下他是不是在 但是那些没那么感情强的 他有没有回来 你可能不太记得 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关心每一个人 但是的确定 我们跟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 是不同的 感觉是不同的 我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是不同的 我是很欢喜他 很喜欢他 我经常说给他欢喜他 他经常表达他欢喜我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关系 所以无论在婚姻 在教友的关系 其实作为侍奉的人员 都应该学习 欢喜人的 当然 欢喜人每个人不同 不会看到任何女性 我很喜欢你 我不会这样说话 但是我会喜悦 看到你们留心听道 我喜悦你们爱主 我喜悦你回应神 我喜悦你回应我 人家有感觉 我是欢喜的 我侍奉的时候不是说 我现在上班 做事 其实我现在不是上班 因为我根本没有瘦身 我不是像上班没有感觉 我真的是看重人 我是关心人 很多人找我帮助 其实他的问题 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帮完他是对我 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 但我依然是会关心人 会帮助人 因为我 神给我这种心 我对人是有感情的 有感觉的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都可以想想 神对我们这么有感情 我们学习什么呢 深信神很喜欢我们 经常都告诉自己 神现在很喜欢他 看着我笑 有些人说 我不可爱 我们不可爱 就建立爱神的心 你爱神 神就喜欢 我们就爱神 神就喜悦我们更多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这一会儿 神很喜欢你 你可不可以深信 一起去说 带些感情说 耶稣我知道你现在很喜欢我 你可不可以这样 带些感情 耶稣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你看到我就笑 你欢呼 喜乐而欢呼 你有些感情的反应 我希望你们 感谢神给我这种感情反应 还有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原来圣灵的感动 是很多事 这是一种经验 圣经没有说 但是圣经又说到 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我发觉神的喜乐是在这个发出的 还有神的感动也在这里 这是我们发现的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性 因为圣经也没有这么清楚说明 不过我们要留意到 我留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打算买东西 或者待会去哪里吃饭呢 你是用脑子来想的 真的 你现在试想想 我要待会去哪里吃饭呢 你是用脑子来想的 当圣灵提醒我们不要犯罪 不是在脑子里的 在这里的 在这里的 不舒服的 或者我很想亲近神 在这里发出的 耶稣你真好 在他心里发出的 或者是圣灵 似给我们起落平安 在这里涌出来的 不在这里涌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件事吗 也听圣灵的声音在这里的 我们爱神也在这里的 爱神不是 我要爱你啊神 在这里发出的 耶稣很爱你 这个也是我发现圣灵充满的锁匙 就是心灵发出 欢喜神的心 在这里发出 是更容易经历圣灵充满的 所以 深信神喜欢我们 天天起床都说 神现在很喜欢我 我又喜欢神 神又欢喜我 当然我们爱神 不是只喜欢一样东西 先说到四样东西 委身 我们都委身 爱神 遵从神 对不对 关心 第二个是关爱 我们关心神的事 神想我们关心的事 我们都关心他 第三样就是 是什么呢 第三样 第四样 第四样是激情 第三样呢 是什么呢 亲密 亲密关系与神 有亲密关系 时时沟通 然后第四样 就是与他有激情 就是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 都是这四样成分都有的 就是时时都会想到神 我们就委身 我委身跟从你 我们也会关爱神的事情 关爱神所爱的人 第三就是亲密 第四就是激情 与神也有激情 我们也提到自己 对自己 喜欢自己 和喜欢别人 我们天天都会开心 有没有圣经支持我们 喜欢自己 和别人呢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 我们应该带着感情去爱神 例如圣经讲到 说我的力量 我爱你 你看诗篇四十二篇 也说到 好像录切无溪水 切无溪水 其实有不同的经文 诗篇说了三篇 就说到 大为在干旱皮佛无水之地 也渴慕神的 有不同的经文 也说到爱神的 渴慕神的 爱神包括这几样的成分 第一就是感激神的本性 和恩典 神真是他的本质非常好的 他的恩典是很丰盛的 第二就是渴慕亲近神 好像诗篇四十二篇那样说 渴慕神 欢喜神 包括以神为乐 诗篇以赛书58章14节讲到 以耶和华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以神为乐 即是怎样呢 我相信大家有些人 会以吃雪糕为乐 吃雪糕是开心的事 以和朋友一起吃雪糕为开心的事 即是我们会以这些事开心 或者升职 或者有份好的职业 以这件事为乐 但我们会不会以神为乐呢 神你真是好 神真是很爱我们 神真是关心我们 拯救我们 将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这些都是神很多的美好的事 我就欢喜神了 我希望大家学习 欢喜神 而将神放在首位 将神放在首位 神是最重要的 以及将生命献给主 将生的献上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而此事奉 那是理所当然的 是神所喜悦的 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测验神的善良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都是神喜悦的旨意 遵从神和侍奉神 即是爱神包括这几样东西 其中是包括喜欢神的 是有感情的 爱神包括感激祂 渴望祂 喜欢祂 将祂放在首位 将生命献给神 以及遵从神 即是各方面都包括 诗篇落三篇 这里也说到 我切切地寻求祢 在干旱皮佛无水的置地 我渴望祢 我心切无利 都是说到一种 与神的心的关系 以及以耶和华为乐 诗篇三十七篇四节 以耶和华为乐 祂将你心你所求的 赐给你 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就使你 成价地的高处 就是以神为乐 神这么多好的东西 这一图 第一就是很感激神 救我们 又神加恩典 以及力量给我们 又提升我的生命 又供应 祂又给我们喜乐 又给恩赐 又赏赐 又永生 我们应该是很欢喜快乐 神真的好 因为没有人比神好得好 你有没有一个朋友 给你这么多恩典 是没有的 只有神的 所以我们应该想到 神就欢喜快乐 不过有些人因为他的律法主义 他想到神是什么 又要做很多东西 又要遵从 又不能犯罪 又要处理生命 又要传福音 他就觉得很烦 甚至有些人觉得 祈祷读经 又要祈祷读经 他不是觉得是中意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那个恩典 他只是觉得要 所以耶稣以前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说过 他说我们读书都不喜欢 上学的时候都不喜欢读书 他说现在上教堂要读圣经 他说 他说 为什么要读圣经 他不喜欢 但其实用一个角度来看 圣经真的有很多英许 告诉我们神如何喜悦我们 我们如何遵从神入中意 这些是会令到我们更加有动力去亲近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动力去亲近神 看圣经 祈祷 是觉得是欢喜的事 祈祷是欢喜的事 因为我们能够得力 得着神的帮助 也让神更加喜悦我们 我们做人 更加有力量和开心 心里的受烦 那些低沉抑郁 都可以被医治 当我们活在神这种喜欢的状况 好了 下一点就是神喜悦祂的子民 包括我们和别人 所以我们都学习 所以我们能够 能够 自己和其他基督徒 都是我们应该学习 去喜悦别人的 这里我们看回这个经文 是说到神喜悦祂的子民 喜爱祂的子民 以及喜爱敬畏和盼望祂的人 因为人而欢恩喜乐 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就是神真的喜欢祂的百姓 尤其是爱祂的人 如果神喜欢祂的百姓 是不是我们应该爱神的百姓 而我们都是神的百姓 既然神爱我们 欢喜我们 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欢喜 神的百姓 欢喜自己和欢喜别人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件事 好像神 神做的 我们就学祂做 既然他这么欢喜人 我们就学祂欢喜人 但圣经也有说到基督徒是学习去欢喜别人的 诗篇十六篇第三节 大卫的诗 轮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这个大卫的诗 他会喜悦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真是可喜爱的 和世人比较 基督徒呢 当然基督徒有软弱的 但大致上来说 是很多爱心 关心 很多真诚 其实是很可爱的 你和旁边都说 你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你和旁边都说 你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你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我们个个都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喜悦的 好了 问回来 你自己有没有可爱的地方呢 是有的 有很多爱主的地方 爱人的地方 关心的地方 付出代价 是有很多 不过你有没有喜欢自己呢 我都挺可爱的 好像觉得 这些不是有点骄傲 其实 神都会欣赏我们 一杯粮水都会欣赏 那我们都应该欣赏 但我们不是说 这些力量来自我 这就是骄傲 我一个人是骄傲 我有的是神给我 但神给了我 我都因此而欢喜 我都会欢喜自己 很多人就是不审理自己 最严重的是甚至想自杀 就是极度的不喜欢 其他人又怎样呢 觉得我是他也好 他也有那么多恩赐 他也有那么多条件 那么好 我真的不得不及他 有时人就会这样和人比较 令到自己不喜欢自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地方 但有些人说 我真的条件不够其他人 其实这些条件是可以建立的 尤其在耶稣里面 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越开心 是越得人喜欢的 开心的人是得人喜欢的 基督徒应该每个都开心的 人是喜欢开心的人 看到人开心 人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可爱 而且越来有智慧 有关心人的心 爱人的心 是会更加令人欢喜的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越来加增 我们令到人来欢喜的心 对于那些未结婚的人 有些人很想拍拖 其中一件事 是可以加增自己可爱的地方 更加识得和人溝通 关心人 有开心的成分 是更加吸引人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还没得拍拖 很不开心 这样哪有人喜欢 就是很多苦水 一拍拖 就很多苦水套出来 对方到这一刻都很烦 没结婚已经这么烦 结婚更烦 就会不喜欢 我们其实一个人 越是正面 其实很多东西是好的东西 我也会遇到困难的 我刚刚昨天 我们的同学会 我们中学同学 到今天都有同学会聚餐 还有我们有WhatsApp 群组 我们也有很多人参加 昨天和我一起坐的一对夫妇 他们说的是教会的牧师 以前就是传道人 现在提升了做牧师 他形容给我听 他说牧师是怎样的呢 他有一次开祖 有些人叫他分享 他哭了 他说为什么哭 他有很多压力 很多人给他很多压力 他就跟那个执事说 他说 其实很多人的要求都放在他身上 令到他很大压力 我真的觉得 在教会里面有时可以变成这样 就是人对人的要求 有时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耶稣不是说你要带十个人信耶稣 我才欢喜你 才赏赐你 是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神是说你做少少东西 我已经赏赐过 已经欢喜了 这个就是神的特质 我这样形容他 他极度成熟超过任何的人 但是他的轻松喜乐 和充满感情 像小朋友一样 其实我喜欢看孩子和小朋友 吃饭的地方 我喜欢看孩子的 我看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互动 你看到小朋友 孩子的手整天都动来动去 很容易笑 有人哄他很容易笑 这都是人的本质 就是本性 神做人 是将这些开心放在人的里面 但是成长的时候 因为太多人要求 所以变成了慢慢不懂得开心 所以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算一下自己好的地方 还有加增自己 可爱的地方 我们真的关心人 又开心又快乐 不再受烦了 我听到这个牧师 那个情况 我都觉得很惨 做牧师做到这么辛苦 因为人的压力 他不懂得清理那些垃圾 就是不懂得清理那些垃圾 别人不好是他的问题 他给了压力 不是代表我要背这个压力 我都会有时候 有些人的要求 或者我处理人的问题 也会有 但是我就决意 我是处理 但是我不需要背着 我不需要不开心 这样我就不会做得不开心 如果我做得不开心 就很惨了 我是开心侍奉神 我也都经常告诉自己 神就欢喜 当然人 欢喜我的心是有不同的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自己 我太太很欢喜我 也有很多正经前方 是欢喜我的 是真的欢喜的 见到我是会开心的 那我是会开心的 因为这件事是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欢喜自己 欢喜人 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尾线 《世上的声闻》 左边我看起是关人 会关爱人 帮人 怜悯人 拯救人 又传福音 又安慰人 又帮人的灵命 这些都是尾线的事 会付出代价 好了 那我们又讲了 神喜悦 什么喜悦呢 喜悦是听他说的人 我们怎样更加得神的喜悦呢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就讲到两次喜悦 就是 邓英门 我以神的慈悲劝 你们将生在献上 当作活着是圣结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献给神 神就开心了 我们就告诉自己 我真的献上我的生命 我献上我的时间 献上我的恩赐 献上我的努力 神就欢喜了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事奉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做的 但是同时神就喜欢 虽然是理所当然 但是神是喜欢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测验神的善良 纯存 纯存即是完美的 可喜悦的旨意 神就欢喜了 神就喜欢了 这样我们就会事奉得开心了 我做任何事 合乎神心意 一杯凉水 神都喜欢 好了 我们也学习 基督徒可以喜爱 因为大为也喜爱 神也喜爱 所以我们也喜爱基督徒 但是世人呢 怎么喜爱他呢 因为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其实世人 当然有些人真的很极端 譬如恐怖分子 他们可能没有良心 也未定 但其实他也有一些爱 对他的亲人 也有的 不过那些真的太少了 但是普通人来说 的而且确有很多好的地方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那里开始说到 神照着他的形象 他的样式做人 所以人是有神的圣情的 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就说到这个神的形象的定义 就是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有神的公义和圣结 所以不信耶稣的人都有公义的心 还有公义都包括爱的 还有又有圣结的 不过因为人有罪 所以他的圣结是很不完美的 但是的确是有的 譬如有些人说 我父母对我不好 但他总有好的地方 起码养大你 起码你都不像那些非洲人 那样瘦得不得了 也是肥肥白白 去照顾我们 虽然他有伤害我们 他自己也受了伤害 但是他的确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因为那些好的地方 而欢喜他们 他们都是值得 就是值得喜爱的 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不单止喜爱神 喜爱自己 我们是很宝贵 因为神使用我们 我们喜爱自己 我们生命可以发挥给神使用 我们也喜爱其他基督徒 他就会更加被建立 更加有力量 也喜爱那些世上的人 虽然他们未信耶稣 但他们也有神的形象 我就想想他有好的地方 有些人是这样的 那些亲人在世 就不是那么欢喜 他死的时候就会哭得很厉害 哎呀 其实他有很多好东西 哎呀 他现在死了 他那时候就记得了 但他再生的时候就不记得了 那时候乔宏 他有一部电影 他也搞笑地说 他有一个情景 差不多要死了 他就跟他的朋友说 他说 我可能见不到我太太 你见到我太太的时候 你告诉他 我爱他 那他朋友说 你不会死的 那他真的没有死 那他太太出现了 那他朋友就说 那你现在说一句吧 我爱你 他又不肯说 他这个是表现人的本性 再生就不肯说 再生就不肯说 死了就不肯说 其实很紧张他 很看重他 不过再生的时候就不说 所以我们也学习 我们跟人交往 我们怎样能够更加影响人呢 他真是欣赏他的好的地方 你煮的菜好吃 你这么多心机煮食 我真是谢谢你 你照顾我们 我真是谢谢你 他亦都很乐意令他欢喜 很乐意做一些事 令他开心的 那这个关系更加好 更能够影响他们 信耶稣 和他看到我们 真是有爱心和开心 其实我今天的信息 是会帮大家成为 一个开心的人 喜乐的人 一个喜乐的人 是必然是 欢喜自己才会开心的 对不对 个人不欢喜自己 经常说 我没用的 很笨的 没有人喜欢我的 怎么会开心呢 一定不会开心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 而这个开心 一定是从神而来 神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开心 所以我们也都喜欢神 喜欢神就从神得力了 又喜欢自己 那么我们的人就开心 和得力了 然后我们又会喜欢别人 就会影响别人 更加令人开心 帮助人有力量 也更加荣耀神 也都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基督的身体 应该开心的 对不对 应该大家回到教会 大家都开开心心 不过有时候 有些人记得教会 记得什么 有些人伤害过我 说我什么不好 其实我们应该 尽量帮人的时候 都用一种柔和的心态 令到对方觉得 我们真的爱他 有些父母就跟弟弟 嘩嘩嘩嘩嘩 我一起爱你的 嘩嘩嘩嘩嘩 但是呢 那孩子不觉得 他遂忘了什么呢 喜欢 他是不断教他 他遂忘了喜欢他的儿子 其实你有很多好东西 我也欢喜你这些东西 我欣赏你这些东西 那么 那个儿子会更加好的 有一次有个教会有个婆婆跟我说话 她说我的孙子不跟我说话 我说你的孙子有没有有时跟你说话 她说有有时有没有做得好的地方 她说有 我说你说一样他做得好的地方 有一次他留了一些学校 他的同学就拿一些东西回来给他 我说既然同学拿回来 那你跟他说什么 那你日时记得拿东西 不要留在学校 我说这句话你听他的孙子 听完会觉得怎样 不就是批评他 但你可以跟孙子这样说 你很好啊 你的朋友真是好 你真是跟他关系好 所以他会拿来给你 你也挺好的 应该欣赏他 但他又不是的 什么机会都要批评他的 我不知道大家 和你的夫妻 和你的子女 和你周围的人 是否都是批评他的 其实我们是鼓励人 我怎样鼓励人呢 你一亲爱神 神就喜欢 我又欢迎你 神又喜欢 神又祝福你 这样呢 我们这样鼓励人 是更加好的 不是说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看圣经祈祷多少 而是我们说 你一祈祷神就喜欢 你一看圣经 然后圣经就喜欢 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用恩典推动人 圣经经常都用恩典推动人 譬如耶稣说 你别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野地的八月花 和这些非料 神也照顾 何况你们呢 他用恩典 你给了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你有信心就有一粒戒菜中都能够移山 这些说法都是神用恩典鼓励人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不要只是叫人做什么 或者更加差是说你没有做什么 这个批判是更加反效果的 当然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故意犯罪 我们可以怎么跟他说呢 我们可以告诉他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但你继续这样犯罪 会带你给什么影响 用询问的方式 会不会怎么伤害你破坏你的生命呢 既然是这样 你会不会有动力去改呢 如果不改有什么后果呢 我也是劝他改 但我用恩典去推动他 让他看到如果他犯罪 他带来破坏性 而他听话 神会怎么祝福他 我们一起起床 求主帮我们来到神面前 真是说 神啊 你欢喜我真是大礼物 你欢喜我 你欣赏我 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因为你充满慈爱 你欢喜我们 你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而喜乐而欢呼 哈利路亚 哦耶稣 耶稣 耶稣 你欢喜我 耶稣 你喜爱我 耶稣 你拥抱我 耶稣 我欢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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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我欢喜你 神你真是好 你真是可爱 你值得我们欢喜 你值得我们欣赏 值得我们享受 我们享受你 我们欢喜你 求主帮助我们 将这个喜欢 放在我们 同神的关系 放在同自己的关系 同人的关系 叫我们天天都享受你 耶稣 我们因为你欢欣喜乐 因为你经常都欢喜我 经常都欣赏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知恰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 知恰我 我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知恰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哈哈 我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知恰我 我有借喜乐 主耶稣 知恰我 我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 知恰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哈哈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何主帮我们 自发性的 因为神而欢喜 自发性的 很自然的 因为神而欢喜 多谢天父 多谢神 你的大恩大爱 多谢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圣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词 我们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时事 喜欢神 有深信神 喜欢我们 有喜欢自己 有喜欢神的子民 也都喜欢世上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 多谢天父 何主赐给我们力量 祝福我们 时事活在 开心里面 多谢主 神保守我们的心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哈利路亚 我都鼓励大家 那种因为神而开心 自发性 就是那种去到一个 神真的好 得着耶稣 这么轻松 有些人就是这样 我有借气乐 主耶稣知及我 就是一种 我要命令自己 我们去到最后 去到一种什么 神真的好 想多些神的好 耶稣好 我喜欢耶稣 我喜欢天堂 我真的很喜欢天堂 我很喜欢看那些影片 的人上天堂 说到怎样好 我就培养对神那种喜欢的心 我也希望大家会对神 神真的好 对人都有多些 spontaneous 很自动式的喜欢 也对自己也有 好 祝福大家 欢欢喜喜做人 开心做人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